拜登因為拒絕取消貸款學生的最多5萬美元債務 遭到民主黨內進步派人士的強烈反對 美國國防部研究部門正在啟動一項 名為長射的神秘計劃 目標是開發一種可攜帶空對空武器 並具備自行瞄準敵機的空戰型無人機 被外界視為科幻電影的現實化 近日加拿大西岸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 和省成人教育部最近宣布 將會對該省司法學院已經開設了7年的 一個中國培訓警察項目進行審查 外界質疑它違反了加拿大價值 並且帶來國家安全威脅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近日拜登拒絕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查克舒默 和麻省民主黨參議員伊莉莎白玉倫 推動的一項民主黨的提案 該提案自在取消每個學生貸款借貸者 最多5萬美元的債務 之後拜登立即遭到黨內進步派人士的反對 拜登在談到取消5萬美元 學生貸款債務的提案的時候表示 他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相反 他認為貸款減免取決於你讀的是 私立大學還是公立大學 拜登還補充說 我將會免除那些就讀過哈佛、耶魯和賓夕 法尼亞大學的人所欠下的幾十億美元債務 拜登表示 他支持並有權免除1萬美元的學生貸款債務 但不願意將債務免除的壓度增加到5萬美元 民主黨的貸款免除提案 呼籲總統利用行政權力取消學生貸款債務 並確保聯邦學生貸款借款人 無需因為債務減免而承擔納稅義務 拜登曾經一度表示支持這樣的一項政策 但現在拜登反對全面免除學生貸款 這個立場的改變 目前遭到黨內極左翼議員的反對 他們呼籲聯邦政府 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 和百分之百的學生貸款減免 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AOC 說拜登的立場軟弱 並敦促自己的追隨者 繼續推動該政策 他說 誰在乎一個人讀的是什麼學校呢? 沒有人說 我們必須用兒童早期教育 來換取學生貸款減免 我們已經得到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支持 可以減免5萬美元 但拜登對此就有所保留 麻省民主黨眾議員艾納普雷斯利說 日行針對已登記非裔選民的調查顯示 如果學生貸款債務問題得不到解決 百分之四十的選民 考慮將會在下屆選舉的時候 留在家裡拒絕投票 近日負責美軍最先進裝備開發工作的 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聲明表示 美國國防部研究部門正在啟動一項名為長射計劃 目標是開發一種可攜帶空對空武器 並具備自行瞄準敵機的空戰型無人機 被外界視為是科幻電影機至未來的現實化 目前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 已經與通用原子諾克希德馬丁 諾斯洛普格魯門公司 簽訂第一階段初步設計合約 四間公司會先製作新型無人機 其功能是擴大膠戰範圍提供任務效率 並可以最大程度協助有人戰機 當前的制空權是依靠先進的有人戰鬥機 提供突穿敵方空防陣地 擊敗前來攔截的敵機 可預見的是這種長射空對空作戰無人戰機 可以作為先鋒部隊 保衛有人戰機並遠離敵人的威脅 從而提高飛行員的生存能力 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計劃經理 保羅卡爾宏宗教表示 長射計劃空對空作戰是無人戰機的下一階段 他們能使用先進的空對空武器 對敵人的各種空中單位進行壓制 近日加拿大西岸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 和省成人教育部最近宣布 將會對該省司法學院已經開設了 7年的一個中國培訓警察項目進行審查 加拿大傳媒也在近期發布了一篇長篇調查報告 加拿大Glacier Media記者格林姆·伍德 在報告中詳細披露了這個項目的緣起 質疑它違反了加拿大價值 並且帶來國家安全威脅 加拿大西岸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司法學院提供的培訓項目 主要是各類警員、警官培訓 還有消防、救護、司法體系、社區健康等項目 調查記者格林姆·伍德注意到該司法機構的 國際項目收入增長迅速 從2013年年收入60萬家園 增長至2018年的230萬家園 而這個時期的國際學生人數就增加了近6倍 他於是開始進一步調查 結果發現該司法學院國際項目的重要合作夥伴 是中共公安部為培訓中國警校的學員 而度身訂造了這個項目 在2013至2014年 該學院先後接待了超過300名中共官員 進行了短期培訓 目前為止 已經有近2,000名中國警隊學員接受了培訓 而該司法學院的院長米·傑爾·塔克 對此解釋說 這個項目是讓中國學員接觸加拿大刑事司法體系 以托闊他們對不同執法體系的看法 但當被問及他是否了解中共的司法體系定罪率 是99%以上 以及中共在新疆以及香港違反人權行徑的時候 院長塔克就表示自己不了解 因此無法進行評論 對此 前加拿大情報安全部的亞太地區主任 米·傑爾·朱諾卡組亞表示 院長塔克的說法介乎於天真和愚蠢之間 但民眾不是傻的 中共的司法和警察體系 不會因為這樣一個項目而改變 相反 加拿大協助改革提升中共警隊的能力 這樣對加拿大來說簡直是一種羞辱 朱諾卡組亞表示 從情報機構的角度來看 最直接的擔憂是 這些學員可能會收集情報資料 匯報學習過程中接觸過每一個教員和其他人士 還有這些人對中共的態度 學習過程中 他們有機會前往溫哥華等警察局實地觀摩、實習 了解加拿大警方運作 也可能成為將來對抗加拿大司法的武器 犯罪學教授郭登認為 在中共作出各種侵害人權的行為之後 加拿大人必須改變觀念 中共不是我們的盟友 早前 加拿大傳媒也曾爆出引發國家安全擔憂的 其他與中共合作的項目 去年12月 加拿大國防部宣布取消了 一項和中共軍人的冬季培訓計劃 而目前 聯邦政府也正在重新審查 一項總值600萬家圓的 與中共同方威視技術有限公司的合約 這項合約是為加拿大全球170多個駐外市領館 以及高級辦事處提供X光掃描 以及安全監控設備 而這間公司的創辦人之一 就是前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之旨 上星期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局長 戴衛維格努特公開表示 中共政府是一個戰略威脅 並警告說 中共正在想方設法 攝取加拿大有價值的技術 並試圖令批評北京的聲音消失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